2016年聖誕節長假期即將開始 今天是2016年10月23日的錄影 一日是24、25日 撞正星期日 所以26、27日都是假期 28日星期三回來 每個人都瘋瘋瘋瘋 人們拿生日假一路放到 1月2日 1月3日才上班 所以很長的假期 這是一個長的題目 希望給大家咀嚼一下 阿T 今天是2016年 14年前的明天 即是2002年的平安夜 你知不知道是甚麼日子 平安夜 跟這個題目有關 23條的諮詢文件就在這一日結束 諮詢期在那日結束 然後大家都記得當年的掃把頭葉劉 上文壇講 放長相限體 信葉太 然後就出報告 然後就賣入去2003年 最後就因為田北俊辭職 不做行政會議成員 於是拉倒了23條立法 今天也有很重要的日子 就是林鄭上北京 梁振英又見國家領導人 所以我覺得冥冥中有些巧妙 有些玄機 你想想2003年搞23條 是不是真的吃得很認 所以我們今天也要搞12月23日 講23條 梁振英上去跟國家領導人說話 除了因為港獨要立23條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會令他提早進行23條的資訊 其中一件事 梁振英或國家領導人 可能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23條這些事情 你覺得是棄手還是不棄手 棄手 辣不辣 辣 增加民望還是減低民望 當然是減低民望 對 那應不應該被一個新人做 那是否應該是梁振英搞定這件事 你講的 不是我講的 即是你明知那一劇 是一劇 東西來的 你想想7月1日 一定有個新特首上場 無論是胡國興 曾俊華 林鄭月娥 葉劉淑儀 甚至陳馮富 陳德琳 每個人都好 總之不是梁振英 應該有很大機會 除非梁振英今天說完即回來說 國家領導人挽留我 我都是去做 沒有話要講 如果不是 7月1日一定是個新人上場 新人上場 你無理由購二十三條給他 這樣不是叫做送大禮 所以最大可能性就是 反正你都做了半年走 你搞定他 你起碼做為公眾諮詢 公眾諮詢 上一次2002年做了幾個月 三個月 九月二十四到十月二十四 現在都流行三個月 再延長一個月 所以其中一個可能性最大 都是吃回二和三 施政報告一月中至一月下旬公佈 所以宣佈二月三日 二十三條公眾諮詢 一路做三個月到五月三日 延長一個月到六月三日 就完結公眾諮詢 剛剛好嗎 是 任期內就搞定了 對 剛剛好就任期內搞定咨詢 最好就趕到六月四日開始 一路趕到七月一日前 寫了一個報告 新特首就說 這個是公眾諮詢 我跟著公眾諮詢做 就不用搞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 這個可能性是否存在呢 也有可能 現在的港獨聲音 一來說聲音大 二娘我自己覺得 你梁正英臨走之前 是否所謂無後顧之憂 沒有理由 堆建這麼嚴重的東西 給下一屆特首做 國家領導人可能想 我也是想做的 是否應該現在做了他呢 你美其不明白 梁正英就說 不用給你劈屎了 反正也是 我做了他 一家便宜兩家著 這個可能性絕對不容忽視 所以接下來的施政報告 究竟梁正英會不會啟動 有二十三條公眾諮詢呢 這個真的是 我們在這個很漫長的 聖誕節新年假期 可以想一下 要思考一下